第二种做法就是,刚刚是TOS,TOS是跳出来一秒钟 你看一下,可能他也许如果他题目里面跟你讲说要三秒钟,那你就用三千哦 要是一秒钟就一秒钟 你不要说我上课教一秒钟,结果你考试的时候他改三秒钟,你还是给他一秒钟 那就错了,你发现见招拆招嘛,改个数字而已,其他都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呢,换一个什么,本来把TOS改成Alern Dialog Alern Dialog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也是输入一个111好了,然后再输入一个错误的 按一个密码比对,他要跳出什么,这个东西叫Alern Dialog 有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对话视窗,对不对 就Alern Dialog,对话方块,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这个Alern Dialog怎么建出来的 第一个的话,你要告诉他几个讯息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上面会有一个什么,title 这个就是title,所以你要settitle 这个是什么呢,讯息就是set message 这个一个什么,set什么呢,一个button 那在Dialog里面,可以放几个button呢 最多可以放三个button,最多 你可以放一个,也可以放两个,也可以放三个 可不可以放四个呢 不行,就是放三个,最多啦 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放一个确定 那当按一下确定的时候呢,他要做什么事情 OK,好,那按确定之后的话,比如说我要把里面的字 就原来的东西清空,清空掉,有没有 OK,那我要怎么去做到这个效果呢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其实这个程式的程式码跟这个TOS 基本上前面if的逻辑判断都一样 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if,else的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密码相同的话,比较简单 就是说呢,我这边打完,比如说我显示密码 两个1好了,那再次输入密码1,1 按确定,确定之后密码比对成功,密码相同 按确定,不做任何事情 但是如果错误的话,多做一个事情 就是把里面的字清空 OK,那这怎么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把AlanDialog叫出来 特别注意,因为我要创建一个AlanDialog 所以我用New的方式,New一个AlanDialog 特别注意,这个叫AlanDialog.builder 我要建立一个对话方块 它的类别名称就是叫做AlanDialog.builder 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前面没有宣告任何物件 至少你要AlanDialog一个什么物件名称给它 其实如果你前面没有任何物件的话 这在Java里面叫做匿名物件 所谓匿名物件就是我用一次就不再使用的话 那我不宣告嘛,因为我只用一次,那我干嘛再宣告 我就New一个AlanDialog 那后面的话,特别注意就是builder 后面要加上什么 告诉它说,你现在画面控制器 context,就是你现在画面控制器 由谁去控制呢?由这个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名称叫什么? 就叫做GDD01.class 那因为我现在在这个class里面 所以是什么? 点list 有没有?特别说 一定是什么?点list就可以了 ok,点list指的是 我这个类,那这个名称 你就参考上面那个名称 也不要每次都打GD01 你要或许这个类别不叫GD01的话 那就错误了 ok,点list 表示说呢 我告诉他,我在这个画面控制器上面 再叠上一个什么? LMDialog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后面不用分号 直接什么?点settitle 有没有发现? 前面刚刚不是有跳出东西来吗?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东西就是什么呢? settitle 我用一样的好了 比如说我一一 确定 我们看按确定 比对成功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两个比对一下 settitle 这个东西呢 就是New EarnDialog.build 在哪边显示? 在这个activity 上面 秀出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第二个是settitle settitle是什么? 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setMessage 是什么? 是这个东西 有positive button 特别是它总共会有三种button 一种叫positive button 是主要的那一个 次要的是叫做 nective button nective 你们可以找一下 点下去set negative 其实我也记不太起来 反正我点下去会出现就好了 第三个什么? natural button 所以你三个button都加进来 会有三个button 那这个地方我用positive button 就好了 其他的话暂时不用理会它 OK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要加什么? 加上确定两个字 有没有? 就是它的上面显示的文字 后面的话呢 有个no 这个no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说按一下 确定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因为我不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传给它一个no 那它就什么? 关掉而已 OK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应该很简单 OK 那 不过你也可以写成 不是匿名物件 不过那个不是匿名物件的写法的话 又不太一样 OK 那我们第一个 那如果说呢 我如果密码错误的话 会多一个动作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密码比对失败 就是这个 这个 这段程式码 那这段程式码里面做哪些事情呢? 一样 set title set message 一样 那只是说呢 set positive button 后面 确定一样 但是后面 你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清除这件事的动作 那你会想说 哇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有没有? 那其实这边怎么来的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原来是加一个nur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 你要去实作 那个东西的话 一样 要去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listener 因为它是一个button 你要new一个listener 那那个listener 叫什么名称呢? 他比如说 你就是游标放上去 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 有没有? 这个是传递的 我们的确定那两个字 有没有? 有没有放上去 有没有说明 确定两个字 是一个test 后面呢 如果说你要实作的话 它叫什么? 叫做dialog interface on click listener 这个东西呢 请你按Ctrl-C 复制一下 答案就在上面了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去 这个东西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 小刮弧 后面加一个大刮弧 有没有? 然后呢 它就直接怎么样 让你可以新增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小刮弧 dialog interface dialog interface dialog interface on click listener 看一下 基本上 小刮 这里 有错误 为什么有错误呢? 语法 错误 是不是还在贿入什么?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这边 基本上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查到我们要的东西 它一样是new new 刚刚是不是少打一个new 把它back回去 少打一个new 这边 记得要new 应该在上面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dialog interface 的一个什么? unclick listener 后面一个什么? 小刮弧 规则跟刚刚一样 有没有? 后刮弧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就OK了 游标放上去之后的话 新增未识做方法就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上面都查得到 你预先第一 刚开始给它new 然后查到那个dialog 什么呢? interface unclick listener 那你要加什么东西呢? 你要加的东西就是加一个new 加一个什么呢? 刮弧 有没有? 这样就完成 那游标放在上面 游标放在上面之后的话 新增未识做的方法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把那个m password的那个 这个东西 m password的c 把它清除掉 里面的资料清除的话 就是m password c 点什么呢? 点set test 有没有? set test里面传什么东西给它? 传一个空字串 给它就可以了 set set test 传空字串 这样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 一般的书里面不会写这样 这个是我自己 自己的独门方法 因为书上就给你看成事嘛 叫你这样打 哇 你打这些 很多东西打这一段之后 就决定了 放弃比较快 这不要了好了 不然他说 哇 他打十次十次都没打对过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怒我 我再讲一遍 特别之后 我刚刚做的方法是这样子 你先给他一个怒我 对不对? 先怒我掉之后的话 然后可以让他跑出正确的说明之后 有没有? 这边 然后怒我之后 有没有? 然后邮标放在 button上面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On 这个 Dialog Interface 的这个 Ctrl C 一下 那Ctrl C 之后 你就知道 把Nure改成什么? 改成New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贴上 刚刚的东西 小刮壶 大刮壶 再邮标放上去 有没有? 就会有新增未失的方法 这个动作的话 请务必把它当公式 记起来 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 因为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很多地方 事件就出不来 事件出不来 后面就做不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所以有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 要尽量想做什么方法 可以不需要去记那么多的Source 可以用一些方法 都可以自动产生的 logos ' 插 你 ��